耶! 耶什麼? 我錯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劍山! 今天請到的來賓是 貴貴! 哈囉!大家好!我是貴貴! 那今天呢我們要介紹的是什麼系? 要學系! 我們一起來歡迎Shelly! 嗨!大家好!我是Shelly! 好的!節目一開始呢 當然也要來公布上一集 表演藝術系的最後一尾巴 是什麼呢? 好了啦!就這樣好了 現在寫的是 悲慘世界 這個都要先被打八角 然後 卡姆雷克 馬克白 都是對的 耶! 還有羅密歐與朱利利亞 對!這雖然是莎士比亞的作品 但不是悲劇 不是他作品的十大悲劇 對對對 你就是直接被盪掉了 然後退去 馬克白 好!知道我是中夷啊! 中夷我 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還有 瑪莉本身是個悲劇 我跟他悲劇 對! 好!公布答案 稍微表示他會議題是 迪爾王 奧塞羅 馬克白 阿姆雷特 恭喜啦! 獎人獲勝嗎? 耶!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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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我今天一定還會再一個 我希望你小心了 要學算什麼 我一定會於第一 part 快問快答 Go! 走! 快問快答 要學系是不是貝多芬? 是 印象最深刻的一門課 藥物治療學 說出最酷的一次考試方式 沒有很酷 都很酷 要學系學長姐的筆記是不是很重要? 超級重要 共筆是我們的神 要學系英文跟拉丁文哪個重要? 英文 請說出記憶中最長的一個藥名 阿姆CC令 要學系有辦法調配出毒品嗎? 呃...可以 小明在阿媽家跌倒了 到底能不能插放了20年的優點呢? 20年的優點不要吧 一句話惹怒藥學系 你們就只是會配藥而已啊 幹嘛要需要念那麼多書 刻板印象 大家對藥學系的感覺就是 哇!就是寫寫沒事在藥房裡面吹冷氣耶 真的是這樣嗎? 在社區藥局藥師很忙 就比如說要管一些禁藥啊 管藥的庫存 處理一些比如說跟廠商議價 藥師的薪水很高嗎? 只要念4年 通過國考的話 那至少七星可能都會有 6晚上 那聽到藥學系大部分都覺得說 是不是女生比較多? 那在你們系上的話 你們的男女比大概是怎麼樣? 現在的話已經越趨近1比1了 聽到藥學系都會覺得說 這個科系其實很仰賴要背很多東西 背這件事情才是藥學系的關鍵 背當然是很重要 要理解他後面藥理的機轉這些 為什麼是這樣 記憶在旋轉 不是 然後所以 欸剛剛那問題是什麼? 不是 不是記憶力很好 不是要背很多 如果你可以理解他後面的話 其實是可以幫助記憶的 什麼? 阿咪濃酸酸類啊 阿咪咖 阿咪濃酸酸 阿咪濃酸 其實我們都知道像醫生 或者是像牙醫之類的 他們有些是懷有一種白袍夢 也是會有藥師袍 這也是你們很嚮往的東西嗎? 看個人耶 聽說好像藥師的白袍是比較短嗎? 對 藥師的是短 我們又在背後咬過 天啊 他是開著什麼藥啊 到底懂不懂啊? 也不至於啦 畢竟說我們也沒有看到 病人直接的病例 還是會先尊重醫生的選擇 那有問題的話呢 然後再跟醫生 和諧的討論 哈哈哈 醫生跟藥師的薪水 還是會有一個差別 那你有沒有自己想過說 跳槽這樣子? 要你畢業以後 重考醫學系 不管是洗衣中 其實都蠻多的 這個比例真的很多 我覺得真的是看個人耶 醫生那時候過勞的情形 藥學系的生活品質 真的高很多 藥學系跟中醫真的沒有關係嗎? 念了藥學系 你就是吸藥妝都要學 哦 真的哦 學校生活 藥學系到底是念四年 還是五年 還是六年啊 台大的話 全面改成六年制 藥學的專業 你要塞在四年 其實你蠻有壓力的 所以最後多了那兩年 比較多像在醫院裡面 你臨床上怎麼運用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 非常專業的臨床藥師 那這一塊輸入就非常重要 所以它其實是在醫院裡面 類似是實習一樣的上課 對 有點像是 看很多的藥物 寫拉丁文 你在修課的時候 課題就修拉丁文 不會耶 學名才會出現 這怎麼會有拉丁文 怎麼會有是中文嗎? 一個植物就會有那個學 那個學名就是拉丁文 它的秘密就是從IUPSC 就是從化學結構上去秘密的 IUPSC 去形容它的結構長 怎麼樣的一個秘密方式 想要聽藥學系的話 你一定要喜歡化學 你有沒有什麼是 你現在會比較後悔 當中可以好好學習的 地方或科目 像我們學校的話 藥學系的課中都是必修 我沒有選修這種事情 他是喔 我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我比較遺憾的地方 可能同學就是考不上證照 也是會有 那他怎麼辦 就是在考啊 高中的時候 目標就是要考藥學系 所以你跟藥學系 可能會有一定的認知跟向往 那現在就是你已經把藥學系讀完 然後你已經畢業了 你覺得在認知上 會有做差別嗎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我要研發新藥 我就一定要念藥學系 然後那時候 當中也是這樣子覺得 念藥學系 然後研發出很厲害 說愛證藥 然後救全世界的人 之類的 然後那三大四 的時候我就問我們老師 念藥學系在研發新藥 到底比其他科技有什麼有什麼 老師回答我沒有 想要研發新藥 出發點是因為你有一種 想要救大家的使命感 還是說 你是因為覺得好像 研發一個新東西 可以有個專利 可以賺錢 其實兩者都有耶 那你研發新藥 你當然會發大財 那第一個當然就要問 藥學系畢業之後都去哪裡 去藥廠 或者是去當藥師 藥師比較簡單 藥師就只有三個地方可以去 就是醫院 診所 藥局 去藥廠的話 第一個就是 MSL 醫藥學術專員 GRA 武藏試驗研究員 然後你也可以當 RA 你要去處理一些藥師法規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部分是 會去當 Sales 醫藥業務代表 然後再來就是Marketing的部分 這樣 最重要的是 RD 藥物研發 對 所以藥學系在藥廠 其實有很多很多職位可以做 還可以去政府機構 比如說像台灣的 食藥署 TFDA 這也是藥學系的出路之一 那你有不要就是把審議寫 就是醫藥上的糾紛 就類似說 可能真的開錯藥了 那這樣到底責任在誰身上 我相信這種情形是一定有的 醫生開錯藥這件事情 就要分了兩種 一種是 醫生他真的完全開錯 比如說這個人是糖藥病 他開始很高血壓 那藥師也只能就照配啊 我們也不知道說 欸他其實醫生是 完完全全方向開錯 其實我覺得這跟 藥師其實是蠻無辜的 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看到 非常完整的病例 看到藥單 欸他年齡 體重都很合理 那這樣我們就是照著開 如果用另外一種我覺得 藥師也要一起負擔責任 是譬如說 醫生要寫說 那種藥他可能就是一次喝到兩顆 或是0.5顆要過半 那如果有醫生很明顯寫錯 每天晚上有退錢一次5顆 像這種 有這種的話 藥師就必須有幫忙把關的責任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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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差不給一下 就是遇到一件超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前一陣子感冒 然後因為我一直咳嗽 然後他最後醫生就問我說 比如說你敢不敢喝藥水 然後如果你敢他就怕一次比較好的比較快 特別跟我說這個藥呢 你喝下去的時候先含20秒再吞下去 哦 他可能就是想要順便潤喉嘛 因為有些人想要一直咳嗽 然後口温很乾燥之類的 像這一些感冒藥水 他可能都會加一些比如像乾草之類的 可以讓你有潤喉的效果 因為還有一個很酷的問題 為什麼藥都要這麼難吃 那為什麼不能加一點糖 很多啊 像就做成糖漿進行的 他就是有加糖啊 他也很難喝 聊了這麼多 那如果讓你重新再選擇一次的話 你會唸藥學系嗎 不會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是很難打臉個人的選擇 像台灣的學生 並不會在高中的時候就很了解自己的個性 我不想要在診所裡面當藥師 然後過個很穩定的生活 就是這個可能是很多人要的 可是就不是我的藥 因為你想要演字吧 對 我覺得就是怎麼樣特質的人 比較適合就是唸藥學系 很好用化學 我喜歡背東西啦 叫你背都不背 那你覺得考不過國考 那你會想要對就是 未來即將念這個科系的朋友 你會想要跟他說什麼 或是跟他說 欸你應該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嗯 我會覺得 如果想要研發新藥的人 可能要正選 對 因為研發新藥的話 有分全合成 就是有機合成 跟生物合成 或是中間 即在中間半合成 那如果你想要對有基因化學很有興趣 你想要當化學家 就是去念化學系啊 你想要做基因轉職的 基因工程 那就去念深刻系 我自己才會覺得說 如果說要研發新藥的話 教學系可能不是最好的選擇 嗯嗯嗯嗯 考試PK 考試PK 那就由Shelly Shelly來幫我們出三題 好 第一題的話 完蛋了 那像抗阻滋安 這類的藥 除了過敏可以使用 它還可以用在什麼用途上面 就是因為 第一代的抗阻滋安 它 它還怎麼樣 所以它還可以拿來 做什麼樣的用途 怎麼樣 耶 好險我有那個 鼻子過敏 我完全過 讓這聽耶 好 那一二二 三 就這樣 欸對 大家答對了 耶 像一般藥局的話 在台灣是買不到吞黑激素的 所以在台灣藥局 一般是只能可以買到 像比較早期的抗阻滋安 然後去來幫助你 好時差這樣子 好 第二題 第二題 台灣的藥師 你要怎麼樣去 執行中藥的業務 執行中藥的業務 對啊 你要 我寫完了 為什麼 我考完 我考 我就可以去 不行啊 我記得不行 不行啊 我要怎麼樣 快倒數 過程中 3 5 1 就什麼 修中藥的學分 對 沒錯 沒錯 欸它比較對 16學分 沒錯 沒錯 沒錯就是16學分 耶 超厲害 在求學的過程 你一定要有修中藥16學分 你沒有修這個16學分 就算你國考 你也說 我有考生藥學啊 那你也還是不能去執行中藥的業務 好哦 對 最後一題 藥學系畢業以後 我是不是只能當藥師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還可以去哪裡 做什麼 好 那第三題呢 就是要留給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一集會公佈答案哦 到底誰獲勝呢 好 好 耶 耶 耶 希望我沒有害大家睡著 還是很謝謝Shelly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耶 藥學系 因為我覺得 畢竟藥學系大家的了解比較少 對 然後記得如果你想要研發的話 其實藥學系不一定是你最好的選擇 他沒追蹤 趕快追蹤 好兇 接下來想要看我想要訪問什麼系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哦 我也會盡量找到他們的 如果想推薦的人 趕快跟我說 好嗎 趕快 那我們下集見啦 掰掰 掰掰